《森林》是一本既深奥又神秘的书 穷尽一生我们也无法全面解读 就在那片森林中存在着一个身影 它跨越了万年洪荒 却不曾流传在任何原住民族的神话中 它已是孤飞横跃群山万火 那自在翱翔的身影 驰骋在风气云涌的天地间 却像是泥一样的传奇 它是山林的魅影 也是黑色的武士 一个人的梦想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力量 长期以来梦青研究者林文宏不断地朝着森林出发 经过多年的寻寻秘秘密 2008年 它终于找到生品第一座林雕的朝 为了完成这个愿望 足足花了它15年的时间 从小我就被猛禽所吸引 多年来我一直想要了解这群特异的鸟类 它们对我而言有一股难以言语的魅力 在蒙家长大的文宏 经常在淡水河上见到飞鹰 那些景象深深烙印在他年幼的心中 从此这段回忆持续引领着他 成为一位某情的追寻者 1980年我高中刚毕业 在溪头旅行时 意外在凤凰山的树梢 见到一个巨大的黑影掠过 当时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谁 多年来这个谜一直在我的心里等待解答 让文宏着迷的焦点 不仅是台湾激临绝种的稀有鸟类 也是台湾鸟类学史上最晚被发现的流基性鸟类 然而他的传奇却从未被人揭露 我找了许多资料才发现 原来在1822年 他第一次在人类典类中被记载 这年荷典鸟类学家丹氏 在印尼爪哇得到一只黑色大鹰的标本 他无法确认种类 只能称它为四渊的雕 1935年 在台南博物馆任职的日本人风野铁吉 获得一支来自嘉义达邦社的陌生猛禽标本 五年之后 鸟类学家山街方摩建到这支标本 鉴定出是全日本领土内的新纪录种 将它命名为风野旧 风野旧之名 就像是让人惊鸿一瞥的风中野旧 随着日本战败 从此灰飞湮灭 取而代之的 则是正式的中文名字 林雕 也就是森林之雕 直到1980年 人们对台湾的林雕仍然所知甚少 只知道它是一种稀有且处境堪与的鸟类 在命运的牵引下 林雕让文宏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生命之路 1993年的2月 当时任职于中华鸟会的林文宏 特地去苏澳 接回一支身中猎人陷阱而受伤的林雕 经过受益的救治后 文宏接手继续招鸟 这只烧鸟由于脚尺残废 无法野放 最后只好由鸟会 移交给台北市里动物园 长期圈养 经过这五个月的朝夕相处 文宏对于林雕 林雕不仅更加了解 也投入了更深厚的情感 1994年 接下了中华鸟会的研究计划后 文宏终于展开了林雕的生态研究 他选择的研究地点 福山植物园 拜东北季风与台风 所带来的丰沛雨量之次 拥有藏雨的森林与清澈的溪流 高大的老林桥木 浓密的灌虫 大量的附生植物 随处可见的枯栗木或是岛木 以及在这些孔系间 所萌发的新生小苗 多层次的原始森林 形成了适合野生动物 栖息的丰富环境 对有幸生长在这里的万物而言 这里是他们的香格里拉 是他们的幸福之山 就是他们的发展 万物之上 一对灵雕夫妻 周年在此生息 统育着好几公里纵深的领域 这对灵雕 透过那独特的波浪飞舞 深深吸引了文宏的目光 猛禽的领域性极强 会利用醒目的特殊飞行方式 来宣示自己的领域 像风头苍蝇 是用抖动翅膀来呈现 而波浪飞舞 就是灵雕向外展示的宣言 在大型猛禽中 灵雕的雨色显得特别深暗 所以英文名字被称为 Black Eagle 也就是黑雕 与大观鸟相比就十分显著 而且它有一双深褐色的眼睛 跟大观鸟黄色双眼截然不同 显得更加深邃 就提醒而言 它不但是台湾八种流漆性猛禽中 一展最长的 而且有着独特的异形 灵雕翅膀末端的纸叉非常长 这种深长的纸叉 有利于慢速稳定飞行 这种纸叉的功能 就如同飞机 在主翼与缝翼之间横向的缝 当飞行器在上升时 双翼上方容易产生乱流 而导致湿速 这些缝隙能让翼面下方的空气流到上方 协助飞行器稳定飞行 即使在天后不佳的玉雾状态下 灵雕依然可以轻松地 在森林低空缓慢滑翔 巨大的身躯 能精巧地穿越大树之间的缝隙 边飞边仔细搜寻灵贯层的猎物 这是其他猛禽所无法办到的技能 灵雕的双翅展开 可以长达180公分 但是它的体重却很轻盈 只有1.6公斤 这种精瘦修长的身材 其实是一种设计极为完美的飞行器 它既可以是飞行缓慢的滑翔机与侦察机 也可以随时变身为高速浮冲的战斗机 为了更深入了解猛禽在台湾的状况 1994年 文宏邀请许多同好 组成了台湾猛禽研究会 地址为这群美丽的生物做长期的记录 年复一年 这群猛禽的追寻者 不断重返这座山谷的理由 只因为要贴近那划过山林的魅影 然而即使有再多次与林雕的近距离接触 对于了解它的生活史却帮助有限 到底它是如何猎食来养活自己 又如何繁殖来延续族群 面对种种的疑问 文宏知道 唯有找到英朝 才能揭开林雕生活史中最神秘的面纱 2008年的春天 研究伙伴第一次观察到林雕胶尾的画面 代表着林雕将在这座森林里繁殖 让研究团队非常振奋 问题是 他们会选择在哪里煮巢 为了寻找英朝 文宏与伙伴夺此在浓密的森林中搜寻 在广袤的树海中 却总是徒劳无功 云雾笼罩着森林 漫长的垂踪虽充满着迷惘 却阻断不了这群人的热情 这天有一种奇特的感应 带着研究团队持续向前逼近 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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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叫文红 呼叫文红 有一只林雕从你们旁边飞起来了 收到收到 就在那一刻间 仿佛是获得了自然的恩准 文红找到了林雕的草 我看到一只母鸟 正静定地浮在草中看着我 似乎老早就已习惯我的存在 而我却非常地激动 见到母鸟御厨的画面 固然让人惊喜 但这并非文红第一次看到林雕御厨 想起了四年前的旧事 让文红心中不免升起忧心 2004年的春季 就在幸福之山里 两位也是猛禽研究会会员的 生态研究者 江博人与陈一鸣 意外地 在隐秘的森林中 发现了林雕的草 这是国内科学界所知的 第一个林雕草 这个草位于一株 附身在高大湘南上的 埃江卷内 大部分猛禽的草 是利用树干的分叉处作为基座 再铺上树枝搭建而成 梦琴并非擅长竹巢的鸟类 它们粗枝大叶所作的巢 看似雄伟 其实并不坚固 在多风多雨的台湾 往往一夕之间 就将阴巢摧毁了 松雪茵繁殖时 就经常遇到这样的匿境 提形巨大的林雕 需要够大的树枝分叉处来筑巢 牢牢附着在大树上的大型蕨类 不但提供了够大的基座 而且比一般鸟类自己竹的巢更加坚固 自然成了林雕最佳的巢位选择 因此拥有这些大型附身蕨类的老熟天然林 使林雕非常依赖的繁殖基地 大型附身蕨类 是潮湿多余的原始森林指标 它们的青叶 为幽暗的林间增添极许明亮光彩 研究人员曾爬上一株挨浆绝 它依附在树林至少一百年的南树上 经过测量 它的直径超过一公尺 可承载一个七十公斤的成人重量 而且又很好的遮蔽性 也因此受到了个性谨慎的林雕所青睐 这个非常难得找到的巢 却因地形险峻 以及树林遮蔽的限制 让研究人员无法贴近观察 猛禽研究会的研究团队 借助电子科技解决了难题 他们在潮边装了无线电传输的监视器 然后在离潮树约四百公尺远的地方 进行录影观察 天已经OK了 那个显堂那边也没有收到信号 你们报告一下吧 有有有 那到了桃面有鸟啊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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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大家 喝啤酒了 只有翅膀比较短而已 不聊在吃什么 这个潮位从地面看来相当隐秘 但从潮位看出去是野极佳 可以俯视幸福之山大部分的谷底 为了要了解灵雕的实性 文宏也试着透过分析实检来获得更多资料 鸟类没有咀嚼的能力 猛情是将食物大口直接吞进肚子里消化 不能消化的部分就结成实检突出 文宏在灵雕夫妻固定停漆的大哭之下张网 每天上山去采集它们吐出的新鲜实检 回到工作室解析实检的内容后 他发现原来灵雕的食物 完全是由哺乳类与鸟类所组成的 例如这个实检含有许多硬刺 就是来自于低海拔森林中最常见的鼠类 刺鼠 最神奇的是实检中出现多次鸟蛋的蛋壳 证明了灵雕擅长于袭击繁殖中的鸟巢 略是其中的幼竹或是鸟蛋 小雕成长过程中并非没有天敌 成群结党的巨嘴鸭就是经常侵扰雕潮的威胁之一 还好灵雕双清总能齐心协力击退鸭群 这只小雕原本顺利成长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 意外还是发生了 这一天 轮植负责监看监视器的团队伙伴 突然发现眼前让他惊讶的画面 不见了 到哪去了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紧急状况 所有研究团队成员都从各地赶来集合 准备展开抢救小雕的任务 经过一天一夜的地毯式搜索 仍然无法发现小雕的下落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透过重播录影带才发现 造成意外的原因居然是一群台湾猕猴 原来六月中旬湘南的果实成熟了 这一天一群多达三四十只的台湾猕猴群 沿着森林的树冠层设施香南果实 并逐渐接近潮树 新极的林雕公鸟自高空向猴群俯冲驱离 猴群原本忌惊于这个巨大的黑影 纷纷闪避 不过毕竟寡南敌众 一心想要吃到这颗南木果实的猴群 终于爬上雕巢 距离小雕近在之翅 羽翼未封的小雕 只好纵身向外腾空要出 现在这只小雕究竟在哪儿 它是否平安 就在所有的人都觉得彷徨无措之际 文宏望着天空突然有了灵感 林雕的青鸟一定比我们心急 而且一定比我们更快找到小雕 我们只要跟着青鸟的行踪 就能找到小雕 猛禽的势力极佳 比人类锐利八倍 文宏相信没有人比林雕 更能掌握到地面上的一切 事实证明了它的假设 林雕公鸟出现了 并且速度进出山坡的某处 文宏随即跟着公鸟的航机入林搜寻 终于找到了孤零零 站在黎朝数百公尺外的小雕 小雕早到了 被猴群强逼黎朝的小雕 比它正常黎朝时间早了二十天 在飞行能力上差的状况下 只能半飞半跳 勉强站立枝头 有时甚至会摔落到地面上 孤独站在枝头的小雕 经常深深替换 似乎传达着无助的心情 之后由于小雕的踪迹 越来越难以掌握 研究记录的工作不得不终止 这段2004年的往事 让当时的研究伙伴们 心中不免感受到失落 文宏满心期待 希望历史不要重演 还好四年之后 2008年所寻获的零雕潮 有很好的观察角度 经过研究团队 经过研究团队长达四个月的详细记录 终于解开了许多零雕的生活之密 纯寂 北部的森林 经常笼罩在渔屋中 零雕的繁殖情节 一如他迷一样的绅士 也在雨季里默默进行着 四月下旬 灰色绒雨的幼小雏鸟破壳而出 为了迎接小生命的来临 霜情都更加忙碌了 原来 零雕并非每年繁殖 在正常的情况下 它们最快也得两年才繁殖一次 而且每次只生一颗蛋 因此每只零雕 从小都是备受双亲呵护的独生子 零雕奉行男主外女主内的责任分工 母雕负起所有家务 对小雕的照顾无微不至 显露出在猛情中罕见的 慈爱与细心 而公雕大部分的时间在外猎食 它必须负起养活一家三口的重担 猎得食物后 随即带回巢 交给母鸟处理与喂食 这次的调查 让研究团队更能掌握零雕的猎食模式 以及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出夏的夜晚 森林使许多动物活药的舞台 飞鼠在刚发嫩叶的大树上大快朵頤 母飞鼠要让自己有充足的奶水 来补育潮洞中的小宝宝 沉没了几个月的黄嘴狡消 再度对着夜空启唱 准备建立新家庭 清晨之后 这群夜行动物 进入了梦乡 白天 松鼠取代了飞鼠 享受着鲜嫩的绿叶 并啃食树皮 这些白天在林冠层休息的动物 与床内成长中的小生命 正是林雕的主要猎物 对于多数的猎食者而言 要从繁复的枝叶间 找到这些善于隐藏的猎物 绝非一世 但是经过漫长岁月的演化 林雕并没有演变为 那些需要与猎物正面格斗搏击的壮汉 却成为轻盈善飞 身怀搜寻绝技的林间杀手 在竞争激烈的生态系里 拥有自己的独门功夫 在繁殖期间 林雕专门抓别人的小孩 来喂自己的小孩 就像民间传说中的虎姑婆 或像是森林里的痴妹 然而掠食与被掠食 本来就是正常的食物链关系 也是大自然的基本法则 林雕的菜单中 哺乳类包括了松鼠 非鼠 刺鼠 以及它们的幼体 鸟类包括黄嘴角销 树雀 各种不明雏鸟及鸟蛋 其中小松鼠是小雕最主要的食物 在长达四个月的繁殖期间 仅仅一个林雕家族 就可吃掉三百只以上的松鼠 其中超过八成是幼体 食量相当惊人 由此可知 林雕的存在 对于控制松鼠的数量 有着巨大的影响 随着小雕日益成长 公雕带回较大活体的比例 逐渐增高 这是为了要让小雕自己 也能练习处理猎物 七月初已是御除默起 青鸟为了鼓励小雕练飞 有时会带着猎物 在低空来回盘旋 引诱小雕跨出生命的第一步 千万年来 大自然为各种生物备好食粮 供应着能量之间的循环 让生命生生不喜 然而随着人类的日益开发 能提供给林雕生存的风足森林 却日益减少 从三月份开始 御除期持续了四个月 这段期间 林雕公鸟每天辛苦地狩猎 来供养全家 原本一身漂亮的羽毛 也变得惨破不堪 繁殖后期 食物的需求量更大 为了拓展更多食物的来源 这天 公鸟决定飞到远方去猎食 从空中俯瞰大地 幸福之山固然苍茂繁盛 但一离开这片区域 森林覆盖面积越来越少 越接近人类的地方 原本多样缤纷的生命力 也越加贫乏 人类是否想过其他生物的需要呢 是否想过人类生存 也需依赖其他生物的存在呢 孟晴虽然是优势的掠食者 但是透过林雕公鸟 寻找食物的辛苦历程 却让我们感受到生态系 在人类影响下显得如此脆弱 初秋的幸福之山 山谷里多了许多新生命 朝天安谷里多了许多年 刘山谷里多了许多年 平安 松鼠妈妈被林雕带走了一整窝孩子 但她还是成功养育出另一窝小松鼠 而幸存的小飞鼠也逐渐长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空中三只林雕相接共飞 林雕双亲正陪伴着他们的独身子 遨游天气俯瞰大地 他们养育出健康强壮的小雕 也把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传承下去 小雕无法永远活在双亲的庇护下 很快地它必须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之山 这是祖宗千万年来的训事 然而 这个曾经美丽的岛屿 究竟还有多少可延续幸福的空间存在呢 林雕夫妻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他们只能努力生存 努力繁衍 希望离去的小雕能继承关于黑色武士的传奇故事 十多年的追寻 林文宏终于在这片森林中 找到了山林魅影的真实面貌 见证了他们在生态系中的独特定位 以及人类对他们生命的存续带来的绝对影响 《森林》这本深奥的书 我们仍然一知半解 当我们置身其中 才发现所有与我们擦身而过的一切 都是构筑自然网络的一部分 林雕的存在 代表着生命对原始森林的需求 也代表着那片能供给许多生命繁衍的土地价值 那穿越山林的动人身影 吸引着我们走入森林 或许一如鹰之眼 这只森林之雕早已掌握一切 并等待着去完成更多的传奇故事 我遥望着渐行渐远的山林魅影 虽然我知道枫叶旧之名早已消失 但我相信林雕这个名字将永远流传下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永远一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方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ced误 carb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